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图四帝胡思乱想 那这星期六了啊 咱们又到了聊评论的环节 然后看看各位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跟我有过什么互动 但是说实话 最近我的评论区人不多啊 这个互动挺少的啊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挺快 节目之前呢 咱们还是先做广告啊 这个我在5月27号下午一点半带队咱们去张神帅府去逛逛 看看那个东北军的军阀啊 东北军军阀的这个大本营 这个宗旨汇部 是吧 这东北军军阀呢 在当时中国来讲的实力上算是相当雄厚了啊 不说是最雄厚也差不多了 你看那东北军 他是有自己的陆海军的 然后陆军有向法国进口的雷诺坦克 后来那个东北一致 东北一致之后 张学良还送过蒋介石两辆这样的坦克 然后空军他们有200多架飞机 那当然这飞机都比较落后啊 但是放在当时的国内来讲是可以了 海军有十几艘军舰 那最大的军舰海西号那时候就隶属于东北海军 然后还有一艘商船改的航空母舰镇海号 东北军呢可以说是很有看点 那可惜的是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啊 没有什么具体的模型啊 实物啊 模型啊 甚至说连照片都不多 就是去讲一下东北军当时的这些装备这不太多 所以这次帅府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去给大伙讲这个东西了 因为这个无实物的去讲啊 这确实还是挺难的啊 但是要是没讲的话 这以后吧啊 以后咱去什么大连呢 去青岛啊 咱可以讲 因为这个东北那个渤海舰队啊 司令部啊 这个他就设在青岛嘛 这个指挥官是那个沈洪烈 那也算是东北的少壮派之一 这也是开创了东北海军的一个电机人 以后咱去青岛的时候可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讲这块呢 反正这次咱就先去率谱啊 咱去那先逛口嘛 是吧 那么咱言归正传啊 看看过去的这几期节目里边 观众呢 都跟我进行了哪些互动 那在 嗯 在这什么 在普利格金 先骂街 在校中啊 这一期里边 观众叫做魔鬼扑街啊 魔鬼扑街啊 他说 所有军队啊 所有军队的指挥官啊 如何能被政府控制权力 尤其是在外国作战的权力 避免以战自肥吃空想的情况出现 或者是出现政府没法掌握军队啊 出现叛乱的私人武装出现 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呢 啊 其实 你想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说 如何避免军阀割据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对吧 那么 啊 或者说是如何避免军人干政将那个啊 就像东北军一样啊 这不就是军人干政吗 最后 怎么避免呢 就是咱拿美国举例子吧 基本上这个美国的例子也可以代表其他 现代国家的例子 那就是不是说啊 权力这个东西 权力啊 政治啊 财富啊 肯定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 不是美国军人不想搞军权 不想干政 不想当军阀 但是实在是他被美国的国会看得死死啊 美国军队最大的敌人是谁啊 敌在国会啊 敌在国会山呢 对吧 美国国会是掌管着美军的人事权和财政权 美国的国防部长啊 什么美军那个呃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都得经过国会的批准 然后他的福利待遇 他的武器采购都得是通过国会来点头 那么冷战期间 是吧 美国 呃 就是美国国会砍了多少这个美军的装备啊 那超级航母核动物国号没了 然后这全核舰队啊 都是由核动力军舰组成的什么核动力航空母舰 核动力 呃 巡洋舰 核动力驱逐领舰 核动力核潜艇 全核舰队没了 是吧 然后什么F15 夺好的飞机啊 让那国会内部呢 经过那些什么战斗机黑手党一忽悠 让美国国会强压着美国空军 你得收F16 就是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事在美国历史上多多了 那实际上不管是美国那个现代国家 就我说的是政治经济现代化啊 不是说这个国家成立在现代啊 所以就是这现代国家不包括那些个亚非拉的某些国家啊 就是你看现代国家都是文官之君 然后近现代以来掌握国家财富的是什么人 是商人啊 或者说叫资本家 那财权掌握在谁手里 就等于军权掌握在谁手里 那况且这美国对于军队的不信任 那是建国以来就有的 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 那是美军吗 不是啊 民兵啊 那时候还不叫美国的民兵啊 那是北美大陆的民兵啊 那独立战争之后 那主力上大陆军 那华盛顿是大陆军总司令 他的补给他的兵源来自于哪 来自于北美13州议会 那么北美13州体现权力的就是这大陆议会 大陆议会的议员们 包括这些什么13州的这些头儿们 见多识广 老奸巨划 你参考当时全世界 尤其是英国啊 欧洲啊 各国他的那种动荡 他对军队的做大是天生的恐惧 所以他们对军权也是掌握的死死的 那么独立战争一结束 这美国就立马解散军队 然后不是说华盛顿他不愿意当皇帝 不愿意当国王 军队不在我手里 权力不在我手里 是吧 所以我只能是去选举啊 包括这总统啊 也是选出来的嘛 那么还得是13州啊 一个一个的通过 那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没有常规军队的 是吧 那海军比陆军是更早的有建制的 而限制军队啊 包括你的阔军 包括宣战权等等 美国的文官呢 国会呀 看的那么死 一战二战刚打完 那边就就就就就开始裁军 就生怕军队去做大 所以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 美军都必须得听那些个文官的啊 在日本奉为太上皇的日本的爹啊 麦克阿瑟啊 就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然后在言论上打破了那种军人不干政的底线 对吧 所以立马被杜鲁门撤职 回国之后 是吧 这个国会就开听证会就整他 然后那就是他就就是国会就 根本就不怕说麦克阿瑟回国的时候 万人空巷对他支持啊 什么啊 老兵不死 他们只是慢慢远去 那 就是国会根本不怕民众支持麦克阿瑟 为什么 因为公开了这国会听证会的内容之后 麦克阿瑟这人立马就凉了 就是美国的民众根本就不允许你麦克阿瑟 你一个军人啊 做出这样的行为 你包括艾森豪威尔怎么样 是吧 盟军总司令怎么样 对吧 他是他靠着盟军总司令的这个头衔去参选 然后最后呢 这个头衔也是为他最后的选举成功啊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他能以军人的身份去干政吗 不能啊 他必须得从军队去退役 他必须得不去掌管军队了 然后才去啊 再去选举 否则的话 你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去参选不可能的事 想疯了吧你 所以这个呃 就是在文官治理下的美军呢 那就是老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你其实你想干政了 但是你不想活了 对吧 嗯 好了 咱说下一个问题啊 嗯 观众叫一个爱说春典的那个观众啊 叫踏三山游五月赶浪无私大头鬼王啊 这人经常是在我跟先生会的评论区里边说春典啊 然后他说 我以为你说这个老毛子空天军主帅啊 这苏维罗金啊 长得像蟹胖 啊 我没说过啊 我从来没说过先生会长得像猪 我就说过他长得像熊瞎子 对吧 好了 下一个问题啊 那么俄国连呃 俄国年年都搞生日阅兵啊 这一期里边 那观众叫燃伟啊 他说 呃 天朝很多人呢 反法西斯只包括日本 所以从普京到元首那里继承来的生存空间理论并不奇怪 事实和道理并不重要 呃 他们只需要从立场出发 反推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所谓的事实 那么其实很多 其实现在也是就是很多人呢 他所谓的反法西斯 其实就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这虽然狭隘吧 但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当中 这没什么问题 毕竟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 那可能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也算上啊 就是我们能听到的 包括我们的后代能听到的 离我们最近的一场侵略 那就是日本人了 但是 日本呢 是法西斯 而法西斯不只是日本 所以跳出日本这个圈之后 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其实就模糊了 你记住一点就行 就是我反对一切啊 反人类的这种侵略的行为 是吧 包括日本侵略中国 也包括呃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更包括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 但就我的印象里边 我没听说过谁一边看 一边呼吁和平 然后一边看美国轰炸越南 再一边唱星条旗永不落的 我没听过有这样的人啊 不过我倒是听过有人呢 一边呼吁和平 一边看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然后一边唱卡丘沙啊 正当力化开遍了天呀 对吧 我是看过这样的人啊 那么 下一期节目里边啊 就是在 为什么不跟偶像谈恋爱 然后因为我们爱的是具体的人 而不是人设这一期啊 观众叫二脚猫艺术家啊 他评论说 说蟹胖子好像抽烟了啊 这抽就抽呗 是吧 我也抽烟呢 当然我知道就是你说的可能不是说啊 因为他抽烟 然后你就不喜欢呢 对吧 然后他人设就崩了 你不是这意思 但是我呢 就是 我也不是反驳你啊 我就是想接着这个话茬 我多说两句 就是我们呢 在喜欢一个人 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关系 就是可能是你因为演戏啊 你喜欢了某个演员 然后就是因为你爱看视频啊 你喜欢谢成慧 然后因为我听评书 我喜欢善天方 因为我我爱听相声 我喜欢郭德纲 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是想要避免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出现了人设崩塌的情况 那你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喜欢他一个具体的方面 而别去喜欢这个人啊 比如说我就喜欢善天方那个嗓子 是吧 话说啊 张作霖打马来到段祺瑞什么国务院门前 我就喜欢他这个说话风格啊 然后 或者是那个 你喜欢这个谢成慧那种啊 他说话就跟说相声呢 或者你喜欢我啊 你喜欢我这说话动静 就是东北话啊 那可以 就是你要喜欢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么 未来啊 谢成慧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啊 谢成慧嫖娼被抓了 是吧 你不至于说脱粉 因为你只是喜欢他的说话风格 你又不是喜欢他守身如玉吗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也是跟所有的朋友强调一下 就是说追星啊 一定要追他的某个优点 哪怕是追他长得好看 追他身材好的 对吧 但是你不要去追整个人 我告诉你啊 就是明星这个圈里边私生活大部分来说都很乱 所以你要追整个人的话 那你可能早晚都会遭到 遇到这个人设崩塌的问题 那下一期节目里边啊 在赛挺聊克里姆林宫这一期 观众叫YYXL啊 他说 斯大林的身体状况和苏联的稳定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局势走向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那这就是其他国家跟苏联的区别 对吧 你看美国啊 像英国 他那个政府 就是他那政府首脑吧 无论是首相啊 还是总统啊 包括什么总理啊 都算上啊 他只是一个工作 是吧 死了没关系 死了换一个呗 谁还没有什么英国殉职的时候打呢 那首相总统这是大众选出来的一个代表 就是你看丘吉尔啊 像罗斯福啊 他们说我要对抗法西斯 为什么 那是因为美国英国的民众希望对抗法西斯 要求对抗法西斯 所以这些人死了之后 民众没死啊 民众的选票没死啊 所以他们死了绝不会影响国策 是吧 那假如说罗斯福他打法西斯 然后他又死了啊 就现在那个杜鲁门顶班 杜鲁门顶班之后说啊 我要向法西斯投降 他说这样的话的话 那么美国民众马上就会换一个总统 对吧 但是像希特勒啊 像斯大林呢 就是像德国苏联这样 就是他这个领袖呢 是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了 所以希特勒说打英国 打苏联 德国就必须要打英国 打苏联 一旦希特勒死了 那德国就可以投降了 就是不光是这个 你看这个斯大林啊 像其实斯大林呢 希特勒都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啊 和整个国家和这个战争的走势 关系都很大 那好了 关于这一期观众互动的节目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